各位好,我们闲话少叙,书接,人才选拔,这个齐宣王跟淳于坤开玩笑,哎呀,咱们齐国这个海岸线实在太长了呀, 所以呢,盛产海岩,咱们齐国的百姓啊,肯定是,盐吃的太多了,所以呢,都很咸呢,所以才会出现, 你看,淳于坤,你给我举荐的这么多贤良的人才啊,这个,贤人遍地皆是,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这个时候啊,淳于坤,回答道,哎呀,老板啊,自古以来,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想我淳于坤啊,这样的贤人啊,大王您,通过这个,求取贤财的命令,把我招到您身边, 我的周围,自然,就全是,宝学,多才之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所以我的身边,也全都是啊,有本事的人, 就像,大王,乡中的那位美女,啊,我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 不用着急下手,等一等,乡处一下,慢慢看, 美女的身边,啊,往往也都是,美女成群啊, 这个,所以说呢,我,为大王,求取人才,就好有一笔啊, 好比这个,从,河流之中,取水,啊,从这个,随时当中,取火一样, 嘿嘿,所以说啊,我要引荐的人,啊,何止是这七个呀? 淳于坤笑了笑,啊,又继续对齐宣王说, 这个同类的鸟,它们总是啊,栖息,聚集在一处, 而这个同类的野兽,它们呢,也总是行走,生活在一起 所以呢,如果我们到一些啊,低洼潮湿的地方, 去寻找柴湖啊,举梗啊,这些植物, 别说是短短的几天,你就是几辈子,啊,也不会找到一颗的, 所以说呢,这个有经验的郎中,大夫,都会到山上去采药,啊, 只有到了高山之上,啊,环境,温度啊,阳光啊,风向啊,各种因素时宜, 那么才会采到很多的草药,多到可以用车去装,用船去运, 世间的万物啊,也同人是一样的,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 所以呢,嘿嘿,我淳于坤,啊,向来都是以贤士为伍, 我是耻鱼,跟小人打交道地,啊,所以呢,我的朋友, 个个都是德性高尚,才智非凡的人, 所以呢,我举荐给大王您的这些人才,您就放心的使用, 哈哈,不仅仅我今天,给您举荐这七位,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啊,这就像在黄河里边,啊,咬了一瓢水, 从这个打火的随时上面,取的一个火星而已啊, 请取义德,您放心,只要有我在,啊,这个人才,是取之不竭的, 所以呢,您不要嫌弃我,啊,一天之内,就给您举荐,七位贤士, 都是您这个大王,啊,这个,有德,有才,而且,这个天命在您, 保佑咱们这个齐国呀,国运昌龙,都是您这个领导者,啊,也比较盛名, 所以呢,天下的人才,也都愿意,来辅佐大王您,啊, 嘿嘿,反正,淳于坤,啊,不愧是,这个,乱世的能臣,啊, 既这个,顾全了,这个,齐宣王的两面,啊, 啊,这个,马屁啊,又拍得很舒服,同时呢,又真正,让利益于国家的人才, 在合适的职位之上,啊,发挥作用,所以说,在齐宣王, 齐威王时代,啊,这个人才队伍的不断涌现, 也使得,齐国,在后来的天下争霸中,有了十足的底气,啊, 经过这个,淳于坤,这一番话, 齐宣王,也是,毛色顿开,心服,口服, 最后,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哎呀,看来啊,世界上的人才, 不是,少了,啊, 人才,是不,不会少的, 而是啊,没有找到, 识别,人才的方法, 和,途径, 他的这段谈话,呢, 在战国册,啊,齐国册中, 有记载, 后代呢, 也用这种, 物以类聚, 指什么呢, 指这种同类的东西,啊, 聚集在一起, 但是,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 反而是, 不太好的,啊, 这个坏人之间, 臭味相投, 相互,啊, 勾结在一起, 也用这个, 物以类聚, 所以说, 到底是, 人性的扭曲, 还是, 道德的沦丧呢, 啊, 社会进步了, 反而啊, 一些词语, 又失去了, 原本, 正面, 积极的意义, 但是, 话又说回来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 有因, 啊, 必有阳, 有好, 必有坏, 守心守背, 都是肉, 难道说, 啊, 我喜欢我的守心, 啊, 我就, 不要我的守背了吗, 好, 我们今天, 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捧场, 我们下期, 再讲, 啦, 不错, 到栏有示范里,